我父亲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满洲国 几乎每一个地方他都去过 他是觉得那时候的东北 尤其大都市都非常的进步 比台湾进步很多 1932年 中国东北地区出现了一个 现代化完备的新国家 他是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扶植清末皇帝溥仪 建立的傀儡政权 真正执政者是日本政府 对中国来说 这是个魏政权 但对日本殖民辖下 会说日语的台湾人民而言 却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梦土 我父亲的职位很高 叫做祖师 满洲两股祖师会社 他的老师去那里当理事长 就把我父亲带过去的 满洲两股祖师会社 是日本掌管整个东北地区 粮食供需调度 最重要的国营事业体 进入这道大门的豊潮州 日后凭着优秀的才干与学养 被日级长官提拔到满洲农产公社 担任书记职务 这个职等相当于台湾总督府的客长 出身台湾地主之家的豊潮州 是台湾少数赴日本 接受完整教育的高等知识分子 我的父亲在南港国民学校第二届 毕业 他成绩很好 就从二年级一跳跳到四年级 我头脑很好 书读得很好 我舅公就跟我的祖母说 让他去日本念书 他说我父亲十五岁 他就听我祖母的话 还有跟我舅公的话 就提着这个 那个皮箱坐船到东京 我父亲就是念法律 那是在日本念的 李潮州在日本念书长达九年 他攻读台湾人 鲜少赞言的法证领域 不过这位毕业于日本知名 中央大学的毕业生 就算拥有优异的法证科学力 也很难进入台湾当时的公职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东北满洲国 吸引台湾读书人前往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想要当比较 值等比较高的公务员 困难就会出现 这也不是台湾人独有的困难 对日本整个帝国而言 它都是一个困难 因为他要接受高等文官考试 那台湾能够通过高等文官考试的 就是那么多人 所以满洲才会有吸引力 就是为什么要去那边求职 因为台湾人已经可以使用日文 他已经习惯了这套文官运作系统 可是你到那边去之后 你就有机会 可以比照日本人 享有日本人的待遇 然后他认官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1932年 台湾省新竹人谢介石 因积极参与满洲国的推动 被延览为外交总长 对台湾人来说 这是一则传奇 更加速台湾人踏上满洲寻梦的动力 17岁屏东少年张喜荣 也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 横跨千里到达满洲国 一毕业就在农场做工 大概是五岁就去平顿科院 股市做组长 17岁的时候 日本的七七四边 打仗打得厉害 打湾南华北 那时候就切粮 日本人叫台湾人有种水稻 就不能 就那个梅要提供给军人 前线到军人吃白米饭 那个时候就叫台湾人吃大豆 那个地瓜饭 所以那个年轻时候 那时候他还在发育 所以他就觉得他很想要吃饱 所以就在他17岁的时候 就是做出这个决定 自己一个人到那时候满洲国的奉田 就是现在的生涯 整个村庄里面 包括他的四个舅舅 都已经到满洲国那边去工作了 所以他就觉得他很想要吃饱 他就觉得好像也可以试试看 何思寅的外公张喜荣 在2020年过世 他在中日战争期间前往满洲国 生前他很少提起自己在满洲的经历 何思寅是因为参加一次文史营队 兴起对满洲国的好奇 他重新探索那段大历史 也为外公记录了一小段满洲回忆录 你猜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蛤 看得到吗 呃 北林 持狮子齁 有 有 有齁 很漂亮齁 对 很漂亮齁 对 很漂亮齁 那个满洲齁 就一把四片过后 经济很好啦 小的时候在古墓园 有老师啦 在办公室 一个月就联系 最多就六十块钱啦 但是 在独北那边 以前就这样满洲国 一个月就最少 要留一百五十块啦 就是差点太多 所以 那时候就想要 想要去那边啦 他告诉我是说 台湾人主要就是会比照 日本人的待遇 对 像是比如说在战争后期的 粮食配集的话 就是要拿那个配集的镇 去领配集品 那台湾人的颜色 那个镇的颜色是和日本人是一样的 就是可以领的东西是一样多 张喜荣到了满洲 他凭着通晓日语的优势 顺利取得当地的驾驶资格 他投靠车行 当起继承车司机 赚取的收入 让他吃住都不成问题 李向南就是在满洲印花公司 就演了非常多的电影 可能要躲避狗仔 或者是媒体或歌迷的骚扰 所以他还是打电话到我外公的车行 就是请他们有派司机来 就是接送这一段路程 当时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李向南他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在车上的时候就有聊天 所以外公就知道他其实就是日本人 满洲国就像他的五色国旗 表面宣誓着 往汉满蒙河潮 五族共融合的精神迈进 但他其实处处隐藏了日本帝国 打算蚕食中国的意图 然而对于先后五千多名 跨海追目来满洲的台湾人而言 这是他们在时代夹缝中求生存 一段难得如烟花般灿烂的回忆 想列班珠 那时候因为就是只要有护照 其实到朝鲜半岛也是可以通的 所以他也会坐火车去福山那边吃海鲜 然后吃那边的苹果 像是火车他就印象很深刻 因为他是从大连港然后坐火车到奉田 那时候他坐的就是亚西亚号 那时候是全亚洲最快的火车 我父亲我母亲都认为 在东北那一段时期过得很愉快 晚上吃完饭之后 常常会去大同公园 他最大的享受就是在大同公园坐马车 他铃声很脆 还有马蹄声也很好听 从日俄战争结束之后 1905年之后 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住满洲地区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铁路跟警察还有住居 不管是铁路建设也好 不管是他沿线的现代化建筑建设也好 不管是他的学校建设 他都不断地一直在做这些现代化的建设 只是日本在追求富庚墙的同时 他同时注意到了其他的事情 例如教育吧 还有比如说日产 然后日本化学 那日本拓殖等等 很多的公司就是 他们就是大规模地到那个地方去 那不管是建立分公司 把他们的业务拓展到那边 然后带着人 带着钱去到那边 他们就是用这种很细致的移民方式 帮你造了一个梦 就是他告诉你那边是一个 值得开发的地方 你去开发一定会有回报 那个回报一定是非常丰厚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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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